这个小伙的爱好不一般 专爱长腿美女原味收藏 18年来偷取丝袜5000多条 可以绕操场10拳 更令人称奇的是 他不仅将偷来的丝袜细致分类 还贴心标注丝袜主人的姓名住址 方便日后回味 小伙为何对丝袜收藏情有独钟 苦心经营18年 他又是如何落网的 故事还要从2003年的那个出嫁开始说起 那一年 山东德州市的国眠厂宿舍发生了怪事 不仅妙龄少女经常被跟踪 女职工宿舍里的丝袜和内衣 也经常消失不见 这位丝袜大道不出手则已 只要一出手 方圆10里内的阳台 就再也找不到一条丝袜 不断有受害者报案 但是因为宿舍局老旧 别说监控连路灯都没两个 警察只能不了了之 事前的转折点是因为一条红内裤 李先生是国眠厂的老住户 到了本命年就喜欢穿点红内裤 因为人比较瘦 这内裤看起来就像女士内裤 刚好妻子也洗了丝袜 内裤和丝袜一起在阳台上摇曳 丝袜大道的心也跟着摇曳 虽然是大白天 但是他实在把持不住 经过简单的观察 他发现屋里没人 于是就动手了 但是没想到这次发生了误判 丝袜是真丝袜 但是这内裤明显是难事的 深感会去了他 赶紧把内裤扔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耽误 出事了 此时李先生正好回家午休 他发现阳台上有一个黑影 迅速跑回家 将人得个正着 李大哥扫射一圈 发现贵重物品一个没丢 但不放心的他 还是选择了报警 然而警察来了后 小伙还是嘴硬 本来双方僵持不下 幸好李大哥眼尖 小伙藏的正是他的撬索工具 眼看人赃俱获 这下小伙也只能老实交代 他叫宋阿宝 31岁 是个婚庆主持人 也住在国眠厂宿舍 看着手法熟练像个惯犯 警察便去小宋的家里搜查 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原来小宋的业余爱好这么广泛 家里到处都是偷来的东西 不仅有手机 照相机 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客厅脏乱 差都没有地方下脚 都是垃圾 还有吃完的垃圾 还有这个方案面盒子 什么他都不扔 但是推门进墨室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屋子收拾的井井有条 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各种鞋盒 但是屋里总有股味道 甚至还有点辣眼睛 等警察把盒子打开的时候 一下子顿悟了 里面装的全是女士的 内衣内裤和丝袜 家里但凡有盖的东西 他都不放过 大到纸箱鞋盒 小到口香糖盒 烟盒 就连眼影盒都能塞进去 摆放整齐不说 还按照款式分门别类 甚至把他们登记代策 从姓名 喜爱程度 款式颜色 数量 外加是否倾斜 他那些特A级 14号 就是他比较喜欢的 后边不知道先出发人的名字的话 他就像一个 蒙然喜怒女 或者是A女或者B女 后面组成 脸肉一挑 就脸肉一挑 就是脸皮的肉色的一挑 侧子将近有70页 据明镜估计 肖宋偷来的丝袜数量 少说有5000条 因为细分工作到位 想找到哪双丝袜 都是分分钟的事 这场面 让明镜有些恍惚 有一种进了图书馆的错觉 这归纳的比警局的档案室都正结 正所谓360行 行行出状元 警察估计也没有想到 毕业这么久了 还能被统计学征服 小松也是真心喜欢这些字袜 甚至贴心的在盒子里放了干燥剂 生怕他们发霉 警察同志很费解 丝袜长得都一样 偷几条图新线也就够了 为什么会偷这么多 对此小松不这么认为 毕竟每条丝袜都来源于不同的姑娘 味道肯定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要标注清楚细节 方便自己 炉内成像 闻香使女人 回想起和他们的气候过程 除了是个司马艺术家 小松平时还会写写小说 把这些姑娘当主角 然后意淫故事情节 提升快感 为了增加小说内容的真实性 每次小松入室盗窃的时候 都会把司马主人的身份证 或银行卡顺走 毕竟总给人家起外号也不严谨 而且这样还能给司马来一个实名制 一举两得 在小松的努力下 他手里掌握的信息 比居委会的都准确 小松到底经历了什么 心里才会扭曲到这个地步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他本是父母首先的一块宝 但后来父母离婚 母亲改嫁 宋阿宝就变成了宋阿草 爹不疼 娘不爱 只能通过特殊途径寻找慰藉 那母亲说就是 从小的时候吧 这个他这个孩子就对这个 女世界内衣 比较干兴趣 这个有时可能偶尔 小的时候 没有机会吐 那时候就 看他母亲的一个可能事 因为母亲管教严厉 偷穿丝袜后 小松就会迎来一顿毒打 这让还在上初中的他 早早见识到了社会的邪恶 但是物理攻击改变不了他心理上的扭矩 直到有一天 风吹过来一条丝袜 让小松如梦初醒 对 就是这个味儿 但因为那时 小松还和母亲住一起 所以不敢太放肆 直到小松高考落榜 开始一个人居住 这时候 他的幸福人生就开始了 不过 君子艾斯 取之有道 那时候的小松 并没有偷丝袜 而是去买 为此他还叫了一个女朋友 精准掌握护员 有了女朋友和服务员的丝袜供应 小松新满一足 不过 花钱买服务员的丝袜 花销属实不小 一直这么给 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后来换了策略 他会去商场买丝袜 再拿到KTV 让服务员穿 但是好景不长 时间久了 服务员的丝袜纹腻了 也是这个时候 女朋友应病离世 给小松带来的打击巨大 他行为也开始过激起来 有一天 他实在忍不住 就开始抢 为此还有一个 猥胁妇女的暗笛 抢的风险属实太大 一不小心进橘子 就有好几天 看不见自己的丝袜宝贝 从那以后 小松就开始偷 看到比较好看的女生 就打听打听叫啥 住哪 在哪上班 先跟踪 后踩点 准备工作做到位 就没有他偷不到的丝袜 偷习惯之后 看人家的手机 照相机也没清目秀 顺手也带走了 这副夜座的风生水起 直到对李大哥的男士内户产生误判 才被警察抓获 最后 小松共有19起入室盗窃被立案 涉案金额高达5万余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不过在进去前 小松还提了个小小的请求 他特地盯住民警把丝袜保存好 高超的收纳能力 惊人的记忆力 无敌的歪歪能力 不错的文笔 敏捷的身手 再加上一定的商业天赋 小松要是把这些能力 用在别的地方 肯定也能成为一号人物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 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